甲造星班馬深水埗,一班90後新秀由踢港青開始 已經跟教練李志堅約定要踢頂級聯賽 最終夢境成真,究竟堅Sir的魅力有多重要呢? 何用生去了解過 其實我只是一個普通的教練 我覺得起碼我做了教練應該做這件事 其實就不算是甚麼 我覺得事實上現在 只要我幫到大家 其實幫到他們完成的願望 我自己也是完成願望 其實我也是為自己 深水埗用兩年的時間 由丙祖火速升上港甲 教練李志堅功不可沒 堅Sir的班底 是一批90後的足球小象 我自己會比較像梁仔 梁仔給人的感覺 一定不會是對球最強的 但是他會默默耕紅 為對球不斷付出 一班年輕人 由踢港青開始 就跟著李志堅一心要踢出彩虹 就算期間有球會針過檔 都不為所動 其實我們練過之後 我們經常一起去街 是很緊密的 大家都想完成大家的目標 想完成大家的夢想 就是一起劈甲做 今年也完成了 所以我想這個凝聚力 為甚麼每個人都會留下呢 就是這份感情和凝聚力 令我們留下 是很緊密的 老公是走 GC1贏的 你看看你和他們兩個 永遠都站在這裏 因為你不動 同父子都肯定存在一份兄弟情 他們是很聰明的 他們會過濾 這是我欣賞的地方 不是我說甚麼 他們都覺得對 不過問題是 我想大多數說話 都覺得對 所以現在看起碼現在 我們大家都算是正確 無論是討厭或是足球 我覺得我自己安慰 如果你說安慰 我唯一的安慰就是 我交代給他們 他又說 做人要向高處望 不排除有朝一日會教港隊 同時亦都勸勉一班青年 要和自己一樣 一起由勤力開始 任何事都堅持 還有我覺得 不要找太多時間給自己 其實要找一個程度 是相當容易的 就是你要找一個程度 去休息 去偷懶 去放棄 是很容易 容易得不得了 但是問題 我經常告訴自己 不要這樣做 就是做了先 盡量做 做到你真的不行了 這樣就好事 因為一不行的時候 你就知道問題了 知道問題你才有一場運動